哈喽大家好,我是酷子 哦不,应该说现在还是酷子 我MC不得给自己找点乐子 今天本大也就要化身成为墨蚁人 看看墨蚁人能不能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中生存 前面看到一只猪,砍死它就能掉到灵魂 吞噬灵魂后就能变身了 没错,我就是阿阳 回到正题 猪在MC的世界中就是纯属被宰的存在 今天要挑战的是变成墨蚁人后的生存 看到我这很长很长的手没有 一出手就知道我是老墨蚁人了 给大家表演个墨蚁人才会的绝技 没错,就是瞬移 过去这个技能对玩家来说可以说不要太烦 但是自从自己拥有了这个技能之后 只能说真香 才注意到墨蚁人的血量也是翻倍的 只要是吃了附魔精兵果后 不得肉到天上去 但身为墨蚁人不吃东西也是撑不住的 这个瞬移也有些弊端 经常被瞬移到狭小的空间 这时候高达三米的墨蚁人就只能无奈了 平时翻山越岭的贼既然浪费时间 咱墨蚁人只需要一瞪眼就能瞬移到目的地 这么一想,变成墨蚁人妥妥的都是好处啊 正常挖矿的时候 是不推荐垂直挖矿这种真男人操作的 危险不说 想再上去相当麻烦 然而在墨蚁人这儿 这都不是事儿 对着天上瞪鸡啊 嘿嘿,这不就上来了吗 啊,身高太高看来也不全是好事啊 这俩米高的门都进不去 啊,这咋还掉血呢 我来个去 忘记了这是墨蚁人唯一的弱点 咋没想到呢 看样子,这玩意儿在水稻周围 是得小心点移动 还好血多 果然分分钟就变成了失足七年了 变成墨蚁人后 就感觉这些猪猪都格外的矮小 可以看到连苦力怕都是和我一伙的 果然,墨蚁人还是大哥级的存在 啊,这咋还不让大哥打呢 看样子就算变成了墨蚁人 原本史迪夫面对的敌对宣物 也只是变中立了而已 一旦玩家发起攻击 这些家伙还是会还手的 啊,这啥情况 突然就下起了瓢泼大雨 只是,这让不让人活了 看来这雨不停是出不去了 前面说了墨蚁人生存的这么多好处 这回总算遇到难处了 回到了同类们的天堂 果然,墨蚁人不会对同类动手 把这个水机拆了吧 看来墨蚁人不是装的 是真的怕水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是墨蚁人 喜欢的视频不妨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